柯市長在發言裡面有提到說 就是希望能夠政策穩定性 其實我們觀察一個人 其實也是要看他是否有穩定性和一致性 那如果說他的言行有很大的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這中間或許會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看說他平常在台灣的時候 是一副很輕鬆一派輕鬆 然後也常常說自己是就是IQ 智商會比較高一點 他看事情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跑到了這個對岸去的時候 那突然之間有一些改變 我們就在想說那到底這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那其實我們提到兩岸這個問題 他其實這一段話裡面 其實就跟剛剛這個永明委員說的一樣 就是前面那一段 第一段其實是跟這個小英總統 一開始講的務死外交很像 然後後面已簽訂的協議和互動歷史 又跟藍衣的基礎有像 後面又是跟這個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說法有像 其實他就是做一個 這個中規中矩的一個樣板出來 他就是要做一些表態 他後面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和目的 但我覺得這個中間其實比較重要一點是 在我國的憲政體制和現在的這個實際運作上面 國防外交其實兩岸是等同於是跟國防外交一樣 然後他是重大的國安的議題 所以說他這樣做的時候會讓我們想到說 他是太聰明太過於計算 還是說不曉得實際的政治是怎麼樣 這是有點不同的 一種一種是就是知道 明知道然後還去做 那是叫做壞 然後另外一個是不知道 然後去做了這是笨 那所以說這兩種裡面的話 我不曉得我們要如何來看待他 現在做了這樣的決定 因為在這個現在這個氣氛裡面 所有人去中國不可能 現在大家如果你是要滿足台灣的國內的政治市場的話 在這個氛圍裡面 其實在國際的氛圍裡面 其實對於香港的反送中 和這個立法會的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都義分填義的狀況之下 然後還是去推動這一個他認為是唯一的管道